好,下午好,张参赞,非常欢迎您来参加这个多伦多教育会 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第一届您认为您是如何看待这一个那个多伦多教育会论坛的,对 今天非常高兴我参加这个多伦多教育论坛 这也是第一次主办的这么一个论坛 我呢是作为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的教育参赞 主要负责教育方面的事务 第一呢是负责这个中国大学与这个加拿大学校的这个教育交流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广大的留学生群体 所以这也是我们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汉语教学 这个可能你也知道 现在中国在加拿大的学生有22万 多伦多总领馆这一块呢 我们目前负责联系的学生有10万多人 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一个群体 另外呢加拿大的高校呢比较集中 就是中国学生在这边 加拿大高校呢从50年代开始就跟中国有交往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 加拿大对中国的教育方面参与了很多 对中国教育呢也提供了很多的帮助 刚刚这个有一位教授专门回顾了一下中加的教育方面的交流 应该说呢这个中国的改革开放 得利于这个加拿大对中国的支持 包括当时的加拿大国际开发所 他们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投资人员的培训 学校的交流 这样的话呢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对于我们整体水平的提高 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目前呢加拿大的这个高校呢 跟我们相关的这个联系呢也非常多 特别是科研的合作啊 学生的交流 人民的往来 应该说都是呈现了一个非常正面向上的一个趋势 所以作为我们在这边的教育工作人员呢 我们一直进去支持加拿大跟中国的教育交流 最后一个呢就是想说一下 加拿大呢在中国的学生还是偏少 他们一共才四天多人 而我们中国在加拿大的学生有22万人 所以呢我们一方面呢就是中国在加拿大的这个学生 第二个呢我们就希望有更多的加拿大的学生到中国去学习 一方面呢就是学学中国的文化 学学中国的历史 就是中国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专业 真正的就是促进中亚的友好关系 增进人民的相互了解 为中亚的友谊 为中亚的友好关系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好谢谢 OK来 好谢谢